大家好,今天我依然来回答一个朋友问到的问题 他说他视频跟着视频唱歌文字怎么做的 我在找了好久都不会,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大家看左下角这儿 它是剪模版啊,这个不是它的原创,这是一个剪模版的视频 我不知道这个朋友问我的问题是他想录这样的视频啊 还是他想创作这种视频,如果你是单纯的想录 也就是说也想用模版的话,你就点左下角这里这个 剪、硬、甜蜜、爱情,然后再选择剪同款 然后它呢就给大家跳到这个原创这里了 然后再从原创这里选择右下角的剪同款 它呢又进一步的跟我们跳到了剪映当中 我们在剪映当中选择左下角这个相册选择 也可以就是自己先选好,先拍摄一段 也可以选择右边这个直接拍摄 然后呢我们再直接呢对口型就行了 对口型像对的上的话 就直接念屏幕下方这一部分念它就可以了啊 不用出声音,这样是对的非常完美的 好,下面咱反回一下 然后还有如果你是想要问我说这个歌词是怎么制作的 大家看这个歌词 好,如果你是想问我说这个歌词是怎么制作的 今天呢我就来给你演示一下这个歌词怎么制作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歌词它不是用剪映来创作的 在现有的剪辑软件当中呢 用快映来创作这个歌词是比较好创作的 剪映做不出这种效果 我给大家先演示一下啊 咱们这样点击开始剪辑 还是我们随便放一张照片添加进来 然后把音乐放进来 好的,歌词识别出来之后呢 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我们选中第一句歌词 然后选择下边的编辑改编一下字体 我们选择样式 然后找一个字体 好,我们可以选择成这样的字体 然后把下边这个一直应用识别字幕这个勾选 给它取消一下 然后打对勾 好,下面咱们开始来对歌词进行一下排列 第一句温柔的 我们把第一句歌词先给它复制一下 好,复制了两句之后 我们听一下这个歌词是从哪开始到哪结束的 先听一下啊 好,在这里它就开始了 我们所以要把歌词呢 延长到这个位置 把这个咱们复制下来的这个歌词呢 给它来一下分割 上边这个啊 只留上半部分 就是这个温柔的温柔的 好 下边这一号呢 只要后边这个亲亲你 好,修改好之后 开始对它进行一下排列 把上边这个上半句呢 放到左上角的这个位置 来,下边这个呢 放到右下角的这个位置 好,然后再听一下啊 好,从这开始对它进行一下分割第一句啊 后边呢 两行都进行了分割 上下两行都分割了啊 然后分割了之后呢 把前边这个温柔的温柔的 选择下边的编辑 选择动画 选择循环动画 循环动画往后面滑动 好,找到放它进去 时长拉到最长 然后再选择入场动画 找到这个Color OK 好,时长也是拉到最长 然后在下方滑动 把这个颜色变成红色 也就是白色歌词接住 红色歌词出来 好,打对够 只有在这个快影当中呢 它是循环动画和入场动画 是可以同时添加的 所以它会出现这个 字跳起来 然后再变颜色的这个效果啊 所以呢,咱们在剪映当中做不出来 后面轻轻里也是同样的操作 动画 循环动画 鼓励 时长最长 入场动画 Color OK 时长最长 颜色变成红色 好 后面也是这样的操作 编辑 动画 循环动画 放大镜 时长最长 未尝动画 Color OK 时长最长 颜色变红色 好的 后面 抱抱你 同样的 好的,这样呢 歌词我们就制作好了 然后如果使用的时候 我们选择我们的照片 然后先把它划走 然后在下面返回返回 找到背景 找到背景 然后选择样式 然后选择一个绿色 我们再做一个绿幕 好,打对高 然后这个呢 歌词咱们就单独的制作好了 大家看一下 好,然后就点右上角这个做好了 好的,当我们想要使用我这首歌曲的歌词的时候呢 我们把视频剪辑好了 然后在下方选择画中画 新增画中画 单纯的把咱们这个歌词添加进来 稍微的放大它一下 找到它合适的位置 在下方呢 选择抠像 然后最右侧的色度抠图 取色器 取到绿色上面 选择下边的强度 所以它进行拖拽 然后往后边滑动 好,这样呢 咱们的文字歌词就制作好了 看一下 好的,就是这样的创作过程 朋友们今天我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这些 咱们明天再见吧 大家好,我是胖姐 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个视频的创作过程 我们来共同的交流一下 这个视频 首先我们是要创作一个绿木素材 下面咱们来创作 在剪映当中点击开始创作 首先我们随便添加一张照片进来 好,我添加了一个黑色图片 然后在下方滑动 找到背景 找到最左侧的画布颜色 选择调一样色 最左侧这里呢 我们调一个绿色出来 点一下绿色 打个对高 然后拿手 选一下这个黑色 拿手把屏幕滑走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绿木素材 返回 在下方呢 滑动 找到贴纸 搜索 方格 点搜索 好,我们往下方滑动 找了一个黑色的 比较密一点的方格 然后拿手滑动 把它放大 好 直到我们屏幕上布满了方格 然后导出 好的,导出之后呢 我们再一次的点击 开始创作 把咱们导出的这个 绿色的这个方格 添加进来之后 找到清晰一点的中间的位置 我们给它来一个定格 好,定格了之后 把前后就删掉了 因为刚才我们导出的是个三秒钟的视频 所以我们要定格一下 然后只要中间的这一张图片 我们把前后都删掉了 不让它是视频 而是让它成为一张图片 好,图片放好之后呢 我们选一下图片 然后选择下边的这个动画 选择组合动画 往后面滑动 比较靠后一点 有一个哈哈镜2 好,我们选择哈哈镜2 打一下对钩 打了对钩之后 我们选中主屏幕 选中咱们这个绿色图片 在下方呢 找到蒙板 选择矩形蒙板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形状 把它调成一个长方形 好 找一下滑动 好,滑动到这个位置了 再次把蒙板调出来 调蒙板的大小 好 打对钩 调整它的位置 好 然后这一次呢 我们就可以导出了 好,下面咱们开始来使用它 选择开始创作 把咱们的视频放进来 把咱们准备好的视频添加进来 好,这个是我准备好的视频 然后在下方找到画中画 新增画中画 把咱们制作的这三秒钟的这个素材 添加进来 拿手滑大它 然后调整啊 看到咱们最喜欢的这一幕 好 这个曲屏出现的时候 这个效果出现的时候 好 在下方呢 又滑到最右侧 给它来个定格 定格了之后 还是这样 把一千以后给它删除 只留下定格的这个照片 好 然后延长咱们定格的这个照片 绿木素材的照片 就这样拿手 选中了它之后拖拽 好 然后还是绿木素材 在下方滑动 找到抠像 选择色度抠图 取色器 这个圆圈圈变成了全绿色的时候 选择强度 拖拽到最长 选择阴影 拖拽到最长 好 这样咱们这个视频的效果就出来了 然后呢 我又增加了一个美女 在这欣赏的一个画面 继续 我是添加画中画 然后我们把我们 在准备的一个美女 站到这个海边 就看风景的一个这个视频 添加进来 添加进来之后 在下方滑动 找到这个抠像 选择智能抠像 好 自动的 只留下人物 然后风景 别的景色 就给咱们去掉了 咱们把人放到左边的这个位置 形成一个人 再看一个大屏幕 这下呢 咱们看一下效果 好的朋友们 我的视频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创作歌